我怎麼插尾都插尾 我是說一碗掰啊 我給你插一碗 不是 我插 插 乖乖 我整個態度 幹嘛啊 你都追田蛙了 你幹嘛 你還嫌棄我啊 多不見喔 好想念你喔 不敢當 不敢當 哎呀 剛才聽你唱歌啊 你剛才還一直很客氣 這個人一直說我唱得不好啊 不會 不會 你這個算是業餘的 唱得非常好 真的喔 老師應該 唱得好是奇怪 我剛才老實說 他不會說喔 這中間也有miss去耶 有miss喔 你聽我嗎 但是臉不紅氣不喘 謝謝 不好意思 來來來 這個 剛才在節目中 前面就介紹 對對對 你有親近的朋友 給你這樣問嗎 我也接到很多電話 哎唷 張太太 你們家小孩子談戀愛 我說一看播放 原來田蛙在這個媒體上提到 是對我印象不錯 受寵若驚 真的啊 我實在 不要來幾頭 我們同事你明星看多了 多少是帥的 真的對我印象不錯啊 真的是啊 可是喔 給你喔 你那個 困擾很多 困擾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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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人對不對 你如果 你如果教他的話 你會去補 這樣也不錯 坦白說 老實說喔 我跟你講喔 我們這個 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啦 看一個家裡 像一個小孩 我常常去做秀 人家說 哎唷 你們好演奏喔 很會唱歌 很會賺錢 你又出來做秀 三下 你敢是在婚姻親家裡 在煮飯啊 你又來看什麼錢 真的 就是說 我們一個困擾在 對啊 就是這樣子 大概是媒體太關心了啦 對 其實大家都對我們很好 這是我自己本身 我很欣賞他 因為呢 本身肺玉親 是一個溫和善良 沒有攻擊力 而且很有愛心的人 攻擊還有什麼意思 不好玩 沒有攻擊喔 我一直把我講得太好 但是我一看到報道上 一看說 喔 原來甜蛙提到說 我跟他的前夫 很多氣息非常相同 對 因為你們的 質感啊 那個就是 各方面啊 那個儀表啊 那先生以前 個頭有沒有比我高 比你高一點 他要177公分 好像 你玩玩 那我面理你先生這麼高呢 真的啊 我都七十多年了 對吧 那這樣子 我感覺你覺得這樣 這樣子我來接班 是對你並不好啊 為什麼 對不對 應該是由小到大 不能玩大的玩小 我聽不懂 讓我這修路的 你說那說到半天 我跟你現在的氣息 有一點相同 對 不敢當 你把我說得太好了 聽說你這個 在這個藝術方面的素養 當你要表現的時候 很多題材也是從我身上來 對 花像啊 雕塑等等 很多啊 那媒體每次都 我真的很感謝你們 跟張家的一家大小 不管是飛哥小哥 還有那個橫數法師 最近我也碰到他 他不是加入 剛加入那個什麼 符輪色嗎 長春色 什麼剛加入 不是 剛加入 剛加入 剛加入那個 是 長春符輪色嗎 啊 我碰到他好幾次啊 他都很騙人 在大眾面前都說 哎呦 天花好漂亮喔 真的真的 天花好乖喔 有什麼有在死喔 沒有也開心 所以你們大眾 真的要很照顧我 很多媒體都會奔你的福氣 我的畫現在目前有行情的 921正在的時候 讓你這麼囉嗦 我沒可能到底 要插話就插話 我是說一碗掰 我給你插一碗 不是 我插 插 乖乖 我現在嘟嘟給你插肉 來來來來 插一個給觀眾看看 你好 這套禮服 對嗎 田花的條件很好耶 你看這個身材 你看 就是應有盡有 對不對 這套禮服只有四個字送你 呼之欲出啊 謝謝 這套喔 我告訴你喔 這個拿起來更漂亮 這是我親手做的 對 這用溜溜溜溜溜 這都是舞台大舞台 以前的太陽城啊 藍寶石 我們常常作秀有沒有 這都差不多 我本來是要收起來做珍藏品 這只講 手工藝各方面都會 你是做過的東西 都喜歡拿下來 這套禮服怎麼樣 我也很想拿下來 你們敢看嗎 明天給你淨 真的 裡面都沒有錢 唉唷 這樣擺來 快點 再把它都掛回去 對不對 來 我真的太幸福了 我真的太有福報 我挑工給她拿下來 扣結果你就暫時 你不要這樣吵 你吐到 你吐到嗎 這是你專門的 你每次都這樣子 學陳曉雲都這樣 可以打麻將 好啊 來 這是怎麼高的 這 用刀的 刀的 對 這頭髮也要修好 我這頭髮嫁了 我現在 小哥我告訴你 我很有女人味 我是長髮披肩的 這個是假髮 這是衣服裝設計師 我最喜歡這樣 扣起來 這邊一個釦子 扣起來 很方便 對啊 就很漂亮 節目什麼時候怎麼 有一次 對 秀卿還誤會了 對啊 沒有啦 我沒有誤會 我只是禮貌上 打個電話說 小哥謝謝你的老天路 因為突然間我們管理員說 那個 飛玉清啊 要送你老天路啊 儘快了啦 不然啦 就壞掉了 結果拿到就收掉了 過時間 哎呀 天啊 對啊 那天跟你借了一千塊 你記不記得錄影 對啊 你還 你現在還欠我一百塊 對 還要你九百 結果常常錄影 一毛都沒帶 計程車都沒有 每次都搭我便車 你知道嗎 以前跟他主持節目 對啊 搭我便車 然後呢 還跟我借錢吃飯 還被他養育了一陣子 然後兩年後呢 他才說 想起來了 欸 我兩年前 是不是欠你一千一啊 然後他那天身上 好像只貸一千塊 還欠一百 對對對 要不要還 後來為了這個表示欠意 我就想 就送了一箱的 就叫老天鹿送了一點 那個老天鹿 叫老天鹿 老天鹿還在嗎 在在在 我說他本人 後來送去結果 你還不理他 就收掉了嘛 對啊 所以你還要再送一箱 收掉不算 結果你沒有 好好去品嘗 對啊 幹嘛我沒吃過老天鹿啊 結果他還誤會了 他還很慎重 有一次錄影的時候 拉我到旁邊說 那個眼神就很這樣 你為什麼要那樣做 你們能告訴我 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說沒有啊 我說我只覺得好像 有一次欠你車錢 還是什麼 小哥 您想太多了吧 我那開始是你 我看你的眼神 你想很多 我真的嗎 結果後來我一講完 他就覺得 還滿無懼 很失望 就走了這樣 什麼態度 幹嘛啊 你都追甜蛙了 你幹嘛 你還嫌棄我啊 各位觀眾 評評理 其實 我假如說去追你 你會怎麼樣 你追我啊 我很樂業 你那麼多錢 有一次我們宣傳 他就跟我叮嚀 他說 欸 你等一下喔 要很震驚喔 你今天穿裙子 你現在出國語專輯 要很有氣質喔 我說好好好 你放心 我去上個洗手間喔 你要乖乖的喔 然後呢 他一回來的時候 我已經翻第二個跟斗了 你不要看過 你怎麼看過穿裙翻跟斗 因為 直接不會開花 還自己這樣 所以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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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很會翻跟斗 對 然後我都用 而且我還 而且我還用一手 一手這樣翻 一手 一手 拉滾 是啊 因為主持人說要讓我打 兩次的單歌 我就等於 翻兩個跟斗 賺了20萬 你看看 那你翻不翻 當然要翻啊 對啊很快啊 只要一秒而已 我們宣傳一回 什麼翻劈腿都願意啊 哈哈 我們宣傳一回來 剛好要直指 直 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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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主指的時候呢 我已經 我已經翻第三個 他就 啊 啊 第三個翻過去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永遠架不了豪門 就是這樣 我這樣 收起來 所以你在電視上的表現 觀眾也能接受你這種感覺 對 我覺得自然就好了嘛 對 自然就好了 對 自然就好了 何必自己的個性是很活潑的 對啊 所以 就這樣結成一個怎麼俗路 你那很艱苦耶 每次電視台說 這個飛雪 我們想請你再開一個頻道節目 啊 一想到說名單都有提到你啦 唉唷 有可能 收起來有辦法 他說好 你不知道他多三百人 哈哈 對啊 就是說 打開話講 其實很難得到 我覺得呢 因為我是雙子座的 台上跟台下是兩個人 對啊 我如果一個台上有人 只要有一個人 以上有很瘋狂 唉唷 對 可是呢 我自己私底下是很文靜的 平常在家刺刺秀 哈哈 我 打打小排 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刺刺那個 多歲這樣 不過說的說的我就覺得說 對 你穿著到沒有時候什麼 花很多錢 只要自己輕鬆就好 就想 什麼話 唉你知道我這件牛仔褲多少錢嗎 你看看 唉 這是名牌啊 對啊 全台灣只有這一件 真實際啊 因為在我自己想的 哈哈 自己做 這剩多久的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 因為我以前是服裝科的啊 看不出來對不對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真的 以前 在家裡啊我真的喜歡刺繡 是 真的啦 這個是我在家裡 一針一線這樣縫起來 是是 學校是哪一個服裝科 就不要講 免得他們會看你 哈哈 哈哈 還沒人要 妳在唱歌我就替妳一直吞彈 為什麼啊 因為妳在唱歌其實也很傷喉嚨 對不對 不會啊 有沒有啞過啊 看妳聲音 妳聽過喉嚨啞過嗎 高音好像比別人來得高嘛 嗯 說真的我不知道什麼喉嚨啞 不過我如果吃 吃補品啦 什麼蓬大海啦 羅漢果 我就會沒有聲音 反而 這些滋味喉嚨的反而不行 我不行 我不行 現在什麼火鍋這種這麼流行 妳記得嗎 上次我們不是去吃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鍋啊 麻辣鍋 旁邊擺一杯茶在那邊涮 對 那就沒味道了嘛 然後十分鐘之後 我不是一直跑廁所嗎 對 吃完以後怪感 一道彩虹奔向馬桶 我一聽她講話 我就一直笑 我就會流汗 我不可以太興奮 聽聲音沖水的時候 所有的金箍保持原狀在那裡 看你的電視也會流汗 看你的電視也會流汗 看你人也會流汗 真的是好刺激喔 待會兒訪問才叫你流汗了 好 真的知道 你其實心知肚明只是說 帶來歡樂藝人的角色 對 這是蠻怎麼講 蠻用心的 她根本就把自己先把它打散粉碎了以後 沒有啊 達到這種快樂的高潮 達到那個氣氛的高昂起來 我不是說想把自己打粉碎 或者是先把自己打碎 我是喜歡在台上的那種 享受我自己 然後又可以給觀眾也很享受很開心 然後我就覺得很高潮 這是什麼 不知誰來挨我 為什麼 所以我們那個時代的歌 有太多好聽的歌 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有些啊 這個當然流行歌固然好聽了 我們這種頻道唱的歌 他們有的時候 年長的真的鄭重下回 可是年輕的現在已經回頭都在學了 也在學了 對 有的時候這些偶像也要帶動一下 像剛剛那個歌 如果我把它弄另外一種唱法 不要老歌的唱法 你曾經對我說過 永遠的愛我 是真的你的話都是太偏無 我們不是演戲唱嗎 鳳梨那請問有個屯頭 好像很傷喉嚨 我不會啦 黑人的唱法最傷喉嚨 就像妳這樣 那種 會嗎 那種 這唱下來 幾杯水都救不了 不會 我以前一天到 都魔法那個誰 好一點東西 有個好朋友一起分享 怎麼樣 看我們不一起的節目 怎麼樣 爽嗎 我有嗎 好嗎 又要吞彈 來... 有一些事你們是配合的嗎 配合的 哪一樣是配合的 睡覺 睡覺... 睡覺滿配合的 就是在一個 一兩瓶大的地方 就是要睡在一起 就是在一張大床上 他不可以碰到我 我也不可以碰到他 該不會說 不能...真的是這樣子 對大人是怎麼搞的 上一輩對妳們兩個期望 有啊 有啊 媽媽一天到晚叫我生孩子 也是啊 然後有一天我實在憋不住了 他講了半年 每天講喔 然後我就說 媽媽 你兒子又不跟我上床 那個... 我怎麼生孩子 唉唷 對... 這麼說白天是一個 怎麼講 蚊子冰冰的呢 不能晚上也蚊子冰冰的 對啊 不然那真的是好 那怎麼生孩子嘛 然後他媽媽更可愛 他媽媽教我怎麼樣 你廟棚撞下去嗎 這是什麼 叫你主動的 對啊 所以兩次你怎麼把它搶了 我們這個綜藝生態 今天請到了 這是我們綜藝節目 你看看我們這個綜藝節目 現在常常講過於辛辣 或者像前一陣子 有很多社會人士都 一起來指責 是否要改善 像驗金蟲這些 大家來看看明星的金蟲在活躍 好多蝌蚪在游 像這種我是覺得是 第一這不是一個科學檢驗節目 你知道嗎 或者是醫學檢驗節目 偏歪掉了 如果說是今天談的是 醫學的這個檢驗的這個主題 那麼來看看說 我們的金蟲是怎麼樣發生的 然後呢 每個人的產量有多少 那個這個藝人的這個金蟲 跟這個總統的金蟲有什麼差別 那這還差不多 但是你們這個節目 既然不是這樣子 然後把金蟲拿出來檢驗 我是沒有看那個節目 所以我在這邊批評 也許有欠公道 可是大可不必如此 因為我們知道 像這一類比較辛辣 就是很像你講的屋裡頭的 這個方向是否跟綜藝有關 但是他收視率很絕的 大家這個直衝上很高點 所以這個 可能現在人也是故意引導成變成這樣 大家好奇 就是說你會覺得 人們也要負一點責任 因為我想很多的男人射精以後 都不知道他的金蟲長得什麼樣子 所以剛好有人拿出來 所以就大家就看了 所以他就大概取到大家這種 華眾取寵 或者就是說 他是滿足觀眾的好奇 事實看 你剛才講到射精 這就要剪掉了嗎 沒有 有這麼嚴重嗎 不能剪不能剪 我看了你在一個節目中 前不久 這大概大概重播 你跟一位這個社會人士 就聊起來說 這個我們進來聊一聊 男人的尊嚴是什麼 這個楊具 你好順暢喔 我那個飯也嫁得到 吞飯的時候怎麼嫁得到 我笑一下 這個黃小姐 他吃蘇聯這樣 完全不做 這個楊具對男人來講 是不是第二尊嚴 是不是甚至於 他在強暴人家的時候 他都感到快感 還是說他是父權的一種什麼 你那天講得滔滔不絕 那個廣告我都覺得是多餘的 都不想趕快要等著你 趕快要進入現場 是嗎 可是難道你們男人 被人家提到楊具 公開提到楊具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一個自卑感 亮出楊具才會有什麼自卑感 提到楊具 這是教育的名詞 對不對 你是用這種形態 那就是一個器官嘛 對啊 你看很多人 是是 很多的家長就是 如果說 男生的楊具 從小家長不敢講的 一定用弟弟來取代 小弟弟 女性的那個音部 一定是說妹妹 那搞得弟弟妹妹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連我們大人都不敢講 對 都說這是幹部 那是幹部活動中心 你不可以啦 提出抗議 我們女人不是幹部的活動中心 所以說 這一定是要經過我們同意 才能願不願意 讓他們作為活動中心 不是說青菜大門就開了 那當然 不是隨時 要做人嗎 對 您在自己這個心路歷程上 以前也是一個 一定從這個淑女少女走過來 家庭主婦 還做到北部這樣 這道口吻 也是要一種漸進的方式 才有辦法這樣直接吧 您有沒有什麼樣的 過程上的突破 沒有啊 回想到初次的時候 我教我的小孩子 開始就沒有什麼弟弟妹妹這一套的 就是仔細 就是告訴他 這就叫什麼叫 對 對 這就是 這就是 那反而大家 那你這樣才噁心 對不對 你這樣子講 還有什麼叫 然後什麼趴 然後再把它連起來 就變成什麼 那才噁心 你還要考 你這個還在考 孩子的基礎 真是 噁心 爸爸我怎麼會來 都問北部 就是聽過你這 他可能會改善 我以前都說 就是這樣 您媽媽出店 我出前是 這樣來擦飯擦擦 就這樣 他還歪到北部去 可是人家的小孩子是說 爸爸你為什麼想那麼多 我只是說 我隔壁的同學說 他是台南來的 我到底是哪裡來的 他根本不是要問 大人太緊張了 是是是 這個挺有意思的 我們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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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不漂亮的 也不是說 沒有躲在他旁邊睡的 那很少開張 這怎麼辦 我就不想 我覺得我們公子 沒有去拆灰 我絕對我可以感到 他絕對沒有去外面吃 但是我就放在旁邊 怎麼放在那裡 這是什麼樣來互相刺激 這就是 父全社會 帶給台灣女性 刻板的印象 就是說性這方面 是一個陰暗的 是一種要骯髒的 甚至是種 等待的 對 這種被動的 然後甚至就是說 男人如果主動感應先生說 我們晚上來做愛好不好 你如果這麼囂張 怎麼拜託 像這樣子 那事實上 很多男人講到女人的時候 又要說女人要有一點壞 女人要有一點淫膽 對 有個廣告就這樣 在提醒大家 但你這樣的情形 不是讓女人就處在一種很矛盾 很衝突的 到底哪一種才是 聖結又可以實用 我認為就是說 既然夫妻結婚以後 這歸房之樂就是雙方面 應該是互動的 所以當你需要的時候 那你跟你的先生說 你主動沒有不好意思 那麼他如果說 覺得他今天很累 像很多家庭主婦 或者職業婦女 他也很累 可是男人呢 就會強迫他太太 然後甚至說 你當女人沒有不盡義務的話 將來我在外面搞女人 你不要哇哇叫 對 常常有這種話 可是我跟你講 現在男人也要有所警惕 我經常開玩笑說以前來我這邊 找我說先生有外遇的 女性佔大部分 可是現在也有男性 來問我說 怎麼樣把他頭上那頂綠帽子拿起來 我都跟他講 多戴幾次 那是習慣就好 這樣喔 我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有流行學習的 那倒也不是 只是說現在我們 女性絕對不是為了要復仇 兩性和諧 為什麼要復仇 就是說 女權的地位要達到平等 所以男人不能說只拿義務來要求 相對的女性也可以站在說 這樣是一個對等的地位 也可以稍微主動一點 浪漫一點 有情趣一點 說到這個平等 我就碰到一些外國人士 他們就說 聽說你們台灣 五月牛郎還算犯法的 我們外國沒有關係 這是女性的服務項目之一 外國人就講到 你們太落伍了 這對五月牛郎這種工作 你也會覺得 這其實她的應運而生 在這個社會上成立來講 其實她也可以照顧 某些層面空虛的女性 我倒覺得說 色情情色是不是 一個一種產業 其實需要中央去立法 可是現在就是 我們的政策是很凌亂的 那麼現在很多人倒不覺得說 你五月牛郎的興起 是對跟不對 倒是很多人跟我反應 價錢太貴了 好 反應 開銷不去 其實我覺得我個人倒是 這個贊成有五月牛郎 但有很多人的空虛 所謂流水不浮 那我那個就會 我已經可以知道你需要輔導了 因為你將來如果有一點 混不下去的時候 你可能會去奸猜 我不是偷杜克 你自己有沒有感覺 你是很容易親近 但是我每次看你在淘淘不覺 你像一個女性的偉大的一個巨人 我覺得還有一點遙不可及的感覺 你講我這種話 跟你剛剛稱讚我 智慧是一樣讓我傷心的 我們是屬於保重不保值的 你知道嗎 都很廢話 所以是巨人心 想說反正信仰都是一樣 宗教都是一樣 都叫人家做好事 其實我覺得 我看了 剛才聽你的口吻 好像到了禮拜天的天人之間 有寇神父在這主角 不過是真的 這個發現人就是幸福 才會滔滔不絕 對他這個怎麼講 口裡承認 心裡相信 你好熟悉 原來你也是基督徒教友 教友 弟兄你好 你好 為什麼都不上教堂的弟兄 上帝要審判你 我告訴你 說來我真是還算不標準 還沒有去受洗 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 哇 信了耶穌以後 真的內心感覺非常的平安 然後非常的喜樂 很有盼望 他就對人生 就是你對事情的看法 會是很正面的 而不是說 這樣好像不好 這樣好像不好 看來先生也埋怨 對 對 什麼都不好 是啊 是啊 家裡的工作都不做 你信了以後自然會想到 大概也為了家庭付出 你會想很多理由圓滿他 對 所以他可能也累了 明天再說 他寫公司 那他寫公司 還是要交差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小孩子皮也會說 我們要用愛 用愛心的愛心 就是實行在生活當中 對 就比較有用處 可是有些人啊 開始自己家庭主婦 有了信仰 先生就會抱怨 那時候常常聚會了 不然就是活動又多 那我們這個是三餐的 家庭的 那不行 那不行 變成別人的人了 不不不 其實在這個聖經裡頭 他有教導我們 上夫就是我們的頭 那上夫要愛自己的身體 那身體 太太就是身體 所以做太太的 就要尊重我們的丈夫 以丈夫為主這樣子 丈夫說什麼 所以先生是頭 我們是身體 對 然後哪有一個 下面還有兩個小孩 所以就是說哪有這個 這個頭不愛自己的身體呢 所以說做這樣 正巧你也有兩顆 對 兩個小孩 先生 不改本行 這個要有罪 你要認罪 不好意思 說了這個又帶到這兒 當然就說 你有兩個寶寶 對 多麼幸福 一男一女是吧 對 對 你還真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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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是的 你們以前有沒有計畫說 非要兩男或兩女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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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因緣聚會 對呀對 看誰跑得最快誰就來見面了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